第1090章 再说一次 强大的神物愚贯而进 玄天殿中拥有着相当恐怖数量的神物 想要将其技术的摧毁 显然不是一名转轮镜强者能够办到的事情 催动玄天殿需要极其庞大的原理 本座倒是要看看 你一个死圈镜小城的小子 究竟能够坚持多久 天龙妖帅一拳将那呼啸而来的五彩洪流震退而去 冷喝之声响彻天空 玄天殿的确是厉害 这一点就连天龙妖帅也不得不承认 那种由无数神物汇聚而成的洪流所蕴藏的力量 即便是转轮镜的强者也是无法轻易消去 但同样的 催动这种力量所要消耗的原理也是相当的恐怖 林洞以死玄境小城的实力 能够将其催动并且坚持至今 也是极为的不容易 但真要说能够坚持太久 这一点恐怕还真是不太现实 这一点爱一直注视着这片战圈的众多强者也是明白 所以即便是从一开始 林洞记出了玄天殿这种远古超级神物 但却依然无人认为他能够真正的打败天龙妖帅 四玄境与转轮镜之间的差距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神物就能够轻易弥补的 林洞能够与天龙妖帅纠缠这么久 一肆一让的无数人感到震撼了 那就尽快解决好了 林洞也是棱相 他自然也明白自己的弊端所在 如果不是因为他原力与精神力 皆是有所造诣 再加上吞噬所服务不断地吞噬天地原力来补充自身的话 他自然是无法坚持这么久 所以他一般与那些实力超越他自己的对手交手的话 皆是可能尽量的速战速决 话音一落他眼神突然冰寒 手印变幻 那五彩红流窜出的速度瞬间暴涨 那一上犹如撕裂了空间 竟是避开了天龙妖帅霸道至极的一拳 绕至其后方红流狐小 犹如一条庞大的巨马 将那天龙妖帅死死缠住 这就像捆住本座 天龙妖帅嘲讽出声 寻寂黑白的生死之力 自己体内喷涌而出 那等可怕的波动 连空间都是被震得扭曲而去 而那五道洪流 也是发出咔嚓的声响 林洞眼神冷漠的望着 微风凛凛的天龙妖帅 黑眸却是略过一抹难以绝察的狠力 旋即其手掌猛然一握 爆 低沉的声音自林洞嘴中传出 那天龙妖帅的眼瞳也是突然一缩 他感受到那缠绕在其身体周围的五彩虹流 突然有一种极端紊乱的波动传出来 那些神物表面居然都是有着破例的迹象 这家伙竟然要自爆这些神物 天龙妖帅面色一变 他倒是没想到林洞有着这般破例 毕竟这些神物也算是不凡 这么多数量汇聚在一起 自爆的话 那损失也太大了 这般想法在天龙妖帅心中闪电般的略过 不过他毕竟乃是一方之主 虽然林洞这番手段让得他失神了一瞬 但很快的便是回过神来 当即他的身体便是突然膨胀 密密麻麻的鳞片自其皮肤表面生长出来 不过就在天龙妖帅急忙施展防御时 那道五彩的洪流已是彻底的爆炸开来 一道五彩光柱伴随着那惊天的巨声直冲云霄 将那天际之上的云层丝绳粉碎 众人愕然的望着那道五彩光柱 玄机皆是头皮发麻 想来是能够觉察到这种爆炸的可怕破坏力 被这种程度的攻击波及中了 想来就算是死玄境圆满的强者 也是难逃一死啊 这个小子倒是够狠 一些强者暗暗砸折 他们自然是看得出来 先前的林栋竟然直接是将那众多神物极其的自爆了 这种魄力当真是不小 不过即便是如此 恐怕依旧是难以打败天龙妖帅啊 众人的视线汇聚而去 那道庞大的五彩光柱也是逐渐的消散 一道身影再度浮现出来 此时的天龙妖帅周身覆盖着厚厚的血红鳞片 此时这些鳞片之上有着深深的痕迹 显然是先前被林栋那凶狠的攻势所造成的 真是个让人讨厌的小子 光芒最终散去 天龙妖帅低头望着身体上那些狼狈的伤痕 那双目当中也是有着陶天般的杀意涌出来 虽说体内的伤势并不算惊人 但却是足以让他心头为之震怒 一个小小的子玄境小子 竟然是让他如此的狼狈 天龙妖帅深吸了一口气 而后抬头 阴森森的目光望着远处的林栋 旋即他在背后血光凝聚 六只血液便是这般缓缓地伸展出来 在那血液之上还能够见到旋转的生死之力 而随着血液的浮现 那天龙妖帅周身的波动越发恐怖 下意下他背后的血液突然一伤 众人仅仅只是能够听见 空气魄力的声音 而远处的林栋瞳孔却是一缩 而后龙翼同样是瞬间伸展出来 身形移动 一道残影浮现 布满着鳞片的血红龙泉 诡异地自空间之中突破出来 一旋便是将那道残影 轰成虚无 而后血光掠过 又是一道血红龙泉 自那暴退的林栋身前空间洞穿出来 林栋双臂交叉 青色的龙片也是微快地将双臂包裹 血红的龙泉一拳轰在林栋双臂上 可怕的力量喷勃间 林栋的身体顿时倒飞而出 直接是将后方一座山峰震爆而去 林栋吻下身体 面色略显苍白 嘴角甚至是有着一道血迹浮现出来 此时的天龙妖帅 显示将他所有的势力 都是彻底地施展了出来 正面应对这种层次的强者 对于林栋而言 的确是极为的棘手 林栋抹去血迹 目光瞥了一眼远处小炎 与机缘妖帅的战圈 那里的小炎 于是开始逐渐地转向下风 空手之间 也是尽数地被机缘妖帅所掌控的 那种压倒性的等级实力 伴随着时间的退移 血迹也是在逐渐地显现出来 小子身体倒是挺结实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 你究竟能够受得了几次 天龙妖帅冷笑 那眼中的沙蚁 却是浓郁的犹如实质 天龙妖帅的声音刚落 他的身体则是再度的诡异消失而去 显然是不打算给林栋任何调戏的时间 林栋望着这个一幕 眼神也是阴沉下来 目光微微闪烁 但这一次身体却实在没有闪避的想法 因为他发现 他的速度 比起那展开的血液天龙妖帅 已是弱了一线 林栋后方的空间突然撕裂开来 雪红顿出的天龙妖帅 那猙獰的笑声 一直传进了耳中 包裹着生死之气的龙泉 一种近乎要撕裂天地般的波动 狠狠对着林栋的后背心要害 招呼而去 这天龙妖帅 闲时打算一击毙命 林栋周身的大地 都是在天龙妖帅这一拳之下崩塌下去 而他也是瞬间转身 只不过让他天龙妖帅危恶的是 在前者那年轻的脸庞上 他并没有见到太多的惊慌 绝望的黑桶中 反而是有着一种疯狂在凝聚着 给本座死 天龙妖帅斯然立鹤 拳头再度凌厉 这一拳若是被轰撞的话 不管林栋肉体有多强 都是必死无疑 林栋的黑眸中疯狂闪烁 下一刹他手掌一旋 玄天殿便是浮现出来 五彩光滑大作 然后便是这般硬生生的 与天龙妖帅一拳硬汗在了一起 而在玄天殿汗吹的同时 林栋秀中的双指突然病驱 指尖上黑芒雷光闪电般的凝聚 光芒当中仿佛是有的两道古老的符文尘符 玄天殿与天龙妖帅的拳风狠狠相撞 这一刹仿佛连天地都是寂静了一瞬 众人只能够看见两人所处的大地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崩塌下去 万丈庞大的裂缝 犹如深渊一般 自两人脚下蔓延出去 林栋的手臂鲜血突然已出 一道骨折断裂的声音传出 而其身体也是直接地 被那股灵力到极点的进气震飞而去 不过就在他的身体被震飞的那一瞬 其另外一只手掌猛地自袖中探出 双指尖一道并不显眼的黑雷光束 突然暴力而出 在那道黑雷光束暴力而出的瞬间 那天龙妖帅瞳孔也是瞬间扩大 一股难掩的危险之感 自心中生腾起来 这天龙妖帅毕竟不是寻常强者 即便是这般时刻 他依旧是能够把握那瞬间的孔隙 原本壮硕的身体竟是生生地缩小了一圈 因此那原本对着他心脏要害处 摄取的黑雷光束 却是偏移了方位 射中其肩膀处 坚硬的血红鳞片没有造成丝毫的阻碍 那道黑雷光束便是自天龙妖帅的肩膀处洞穿而去 滚烫的鲜血顿时的喷了出来 而天龙妖帅的身体也是被那股进气震飞而去 最后狠狠地撞击在一束山壁之上 整片的山壁都是在此时镇撑粉末 林冻的身体也是落地 整条手臂满是鲜血 看上去略显狼狈 不过此时却是无人在敢出声嘲笑 那无数的强者 威正的望着远处那捂着肩膀 半身都是滚烫鲜血的天龙妖帅 一时间头皮都是有点发麻 谁都无法想到 林冻不仅是卫卫天龙妖帅雷霆斩杀 反而是以命博命将其反伤 可惜啊 林冻望着那面色还带着一丝惊激的天龙妖帅 暗暗摇头 先前那种机会原本能够彻底地重创他 但哪料这家伙反应如此之快 真不愧是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而显然以天龙妖帅的警惕性 这种机会还难再有第二次了 在林冻心中暗探监 那远处也是有着低沉的门声响起 二后一道身影狼狈地落下来 脚掌在地面上连踏数十步 这才勉强地稳住身体 大哥 小颜抹去嘴角的血迹 有些担忧地看了看手臂染血的林冻 不过此时他的状态也是颇为的惨烈 身体上有着一道道血痕 显然之前他也是经历了一番相当惨烈的血战 没事 林冻摆了摆手 灭色显然是有些苍白 但先前天龙妖帅的狠招 却是被玄天天挡了下来 那家伙很强 现在我还胜不了他 小颜有些羞愧的道 之前他也是接近全力的 在与金元妖帅拼斗了 不过后者毕竟不是寻常强者 死玄境与转轮境之间那庞大的差距 让得小颜也是难以弥补 就凭这实力将一名转轮境的强者 逼到动用了全部实力 已经很强了 林冻笑了笑 这比起当年 他们已经是进步了很多了 那现在怎么办 林冻瞥了眼 那还在与鬼雕妖帅纠缠的吞噬天师 虽说拖延挺成功的 但毕竟此时的吞噬天师 显然是无法的打败后者 有些麻烦呢 或许得走了 林冻微微皱眉 他终关还是小觑了 三名转轮镜的强者 如果今天只是天龙妖帅一个人的话 那他会让得后者 偷击不成十八米 但可惜三名转轮镜 还是超出了他的一些预料 我要带你走 他们拦不住 不过或许雷渊山 就得暂时气掉了 林冻轻声道 略微得有些遗憾 原本雷渊山算是一个不错的盘子 经营的好 以后或许还是他们回东悬域的一大助理 但眼下看这模样 似乎是没办法保下去了 只要大哥没事 雷渊山气就气了 小言倒是无所谓 在他眼中 雷渊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林冻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他不会有半点意见 演讲 很不错的家伙 这些年能够凭借着死轩镜圆满的势力 把我逼到这一步的人 你是第一个 难怪能够解决掉那曲忠 你比他强多了 金元腰帅扛着黑色铁棍 他身体之上的金甲 有着一些颇深的垂印 显然先前小言的攻势 还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因此这位金元腰帅望向小言的目光 也是略微的有些凝重 他知道 如果小言的实力再强上一些的话 哪怕只是半只脚踏入了转轮镜 恐怕今天他们两人的战斗 都是胜负难分 小言握了我手中的九顶神锤 眼神凶狠的盯着金元腰帅 大半个身体将林冻护在身后 一道狼狈的身影从远处掠来 此时的天龙腰帅脸庞相当的扭曲 眼神猙獰的令人发寒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会被林冻逼得如此狼狈 甚至还险些重伤 这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一个耻辱 特别是还当着如此制度人的面 金元腰帅看了眼天龙腰帅的伤势 眼皮也是忍不住的跳了跳 他们两人实力不分伯仲 即便是他要把后者弄成这种伤势都不容易 但没想到眼下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不简单呢 林冻目光淡漠的望着 那满脸猙獰的天龙腰帅 掌心中有着光阵凝聚 今天或许的确是难以战胜他们 不过如果想走的话 这三大腰帅都要是拦不住他 林冻本座今天若是不将你碎石万段的话 还有河里面坐着雪龙殿之主 天龙腰帅怒吼出声 滔天般的生死之气在其身后凝聚 化为一套庞大无比的六翼飞龙 那股声势震慑天地 谁都看得出来 这天龙腰帅一时眼红了 林冻眼神嘶寒地盯着天龙腰帅 一手确实搭上了小元颠绑 随时准备地带他离开 走 然而就在林冻嘴中滴鹤刚刚传出时 他的瞳孔突然一缩 下一撒一道熟悉的 即便是以林冻的心性 都是在此刻加坏了心脏跳动速度的声音 突然在这片山脉上空 响彻了起来 你伤了刁爷的兄弟 你这杂娇大鸟还想继续当店主 你他娘的会不会想太多了 那道声音仿佛是那般的熟悉 依旧是那般的桀骜 依然是那般的霸道 但却是让得林冻于小元的身体 结实凝固下来 玄机豁然转身 只见得在远处的天空 满天的紫黑光滑席卷而来 那里四道身影踏空而立 最前方是一名身体轻瘦 模样俊美如妖的黑山青年 而此时那身体清长的青年 一张熟悉的俊美面旁 却是因为暴力的杀意 略微的有些扭曲 满天寂静无声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 都是闭上了嘴巴 从这四人的身体上 他们感觉到了一种 极端危险的波动 谁都不知道 这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刻 究竟是什么来路 在那漫山遍野 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那俊美的黑山青年 脚步终是顿下 旋即他抬头 目光望向远处 那同样惊异不定的天龙摇帅 突然咧嘴一笑 笑容灿烂 但却是满含暴力 哼 杂娇大鸟 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